吕布到底长啥样,专家用恋爱将其容貌复原后,难怪貂蝉会痴迷不已。三国时代,吕布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物。一方面,吕布武艺卓绝,冠绝三国,将一众历史名将甩在了身后,是一个完美的武将偶像。 另一方面,吕布为人气量狭小,虽胆气过人,却智谋不足,且一再被主求荣,人品着实堪忧。抛开为人不谈,吕布此人,却是围像冒堂堂的英俊武将。 在历史上,有关吕布外表出众的描述不在少数,很多人也是跟着吕布相貌帅气而忽略了他的低劣人品。 那么,真实的吕布长相到底有多么出众,就连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古典美人之一的貂蝉也痴迷不已。 欢迎收看剧谈时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如果说起三国第一武将,那么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吕布,尽管此人在历史上争议颇多,而且为人也有欠缺,但对于吕布英勇这一点,估计没人怀疑。 实在吕布是内蒙古人,也就是过去的九元郡人,这一点也能间接说明一些问题。 毕竟,内蒙人体格彪悍,崇尚武力自古使然,吕布能够成为三国第一蒙将。 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,那么吕布是如何发迹的呢? 没有确切资料显示吕布祖上有何声望,但从吕布武艺过人这点来看,想必其家族背景不凡。 吕布也为勇猛,得到了冰州刺士丁元的赏识,从而得以发迹。 此后,吕布先后追随过董卓、王云、袁绍、袁树兄弟,加上后来的张淼、刘备一生改换门庭,在三国中也是独一份的存在。 甚至,也为先后认丁元等三人为义父,而被人讥讽为三姓家奴。 这种行事作风,不仅证明吕布此人凶无智谋,只能作为一个武将,不能作为人主。 而且,更为要命的是,如此不忠的行为举止,也最终埋下了他惨死的命运。 三国虽然是乱世,但乱世更加看重个人的品节。 刘备为何能够以一介不一成就大业? 跟他忠厚,仁义的名声是分不开的,可能对此很多人都有意见,认为刘备假人假义,根本不是真正忠厚之人。 但不要忘了,不管外界怎么看待刘备,也不管真实面目下的刘备到底如何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刘备一生做到了自始至终用仁义代人,如果这都不能称为仁义。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仁义?实际上,从吕布被王允怂恿,利用貂蝉杀死董卓之后,吕布的好日子几乎就结束了。 有董卓在,吕布即使当不成天下之主,至少高官厚禄是必不可少。 一旦失去了董卓的庇护,吕布只能浪迹于乱世之中,不得不一再俯身于其他人下,而吕布的品性压根无法在乱世中立足,最终的结果, 也只能是落得身死人手的结局。 对于吕布惨死的命运,后人虽然感到惋惜,但说他就由自取,恐怕大家也没有意见。 毕竟,吕布做了太多让人失望的事情,但吕布虽然一生背叛过不少人,却始终对一个人是真心实意,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大美人貂蝉。 为了貂蝉,吕布亲手用方天话吉斩杀了董卓,却也亲手毁掉了下半生荣华富贵。 所幸,貂蝉对吕布也是真心实意,自从跟了吕布之后,也是一心一意守护在他身边。 甚至最后为了他自杀殉情,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吕布究竟长相如何,足以让天下第一美人貂蝉甘愿殉情。 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,在描写吕布出场的时候,无意不是用了大量语言来描绘他的英俊外貌,身材高大,是人见人爱的英武将军。 那么真实的吕布长相如何,关于这一点,在吕布死后的近两千年时间之后,还真的被后人所知晓。 2007年,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武将吕布的坟营被发现了,按照正史记载,吕布在正史中传言是被曹操斩掉后。 头颅传手回到了当时的河南许昌,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吕布木的发现却是百里之外的交错。 按理说,对于吕布,曹操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,虽然曹操一向爱财,但从他下决心杀掉吕布的那刻起,就不会对他的深厚知识过于关心,能不能给他下葬都是一个问题。 古人讲究落叶归根,即使下葬,也必定会返回九元下葬,为何会出现在距离许昌百里之外的交错? 直到现在,考古人员也没有给出答案,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,一片荒芜的风土堆。 吕布静静在此躺了数千年之后,终于被世人认清了死后长眠之处,经过现代艾技术,考古人员还原出了牧主人的面目,经过后期高科技艾处理。 一个高大英俊的古代美男子形象,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,牧主人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,五官灵脚分明,身材恐无有力,浑身上下充满了男子气概。 这个长相身材,跟历史上关于吕布的记载还是十分吻合的,将一个古代征战沙场,无人能敌的武将形象生动描绘了出来,看到吕布的真实面容,人们不禁感叹。 难怪历史上貂蝉会痴迷于他,如果换成其他女人,想必也不能拒绝他的魅力,更何况,他本性并不坏,借用陈公的一句话,吕布,充其量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罢了。 这也是为何他为人缺点甚多,还照样有人追随的,甘心辅佐他的原因,毕竟,一个有些天真的大男子,比之与曹梦德之流,总归不使人过于害怕。 在探讨三国历史时代的武将时,许多读者对于那些如关羽,张飞,马超和曹爽这样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很了解,但要谈到武艺高强,实力非凡的武将,就非吕布莫属了。 吕布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描绘成手握方天画级,骑成赤兔马的勇猛形象,自古以来就是英雄的代名词,无论是在童年时期接触的画本,还是成年后深入研究,关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,有人称他为勇猛的战士,也有人斥之为普通之辈。 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吕布通过原文射击的故事展示了他极高的射箭技巧,通过长期凉马,赤兔马的事件证明了他出众的奇术,还通过与郭四的单挑体现了他惊人的战斗力。 历史上对吕布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,承受评价他为萧虎之勇,在汉末年间,董卓操纵朝政,吕布作为董卓麾下的强力武将,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尽管吕布在董卓的操纵下先后杀死了丁元和董卓本人,这一系列行为展现了他反复无常,唯利仕途的个性弱点,导致他陷入了不光彩的境地。 他在《三国时期》虽然是个瞩目的英雄人物,但黑白两道对他并不接受,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,吕布的傲慢和左右逢源的处世方式让各路诸侯深恶痛绝。 当时的人们或许期待着吕布在杀死董卓后能有所作为,但尽管他拥有非常高的武艺,在董卓逝世后,吕布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挫折和流浪,他高傲的性格最终成为他一生失败的原因,反复无常,只图利己。 这也导致张飞称他为三姓加奴,这个对吕布的描述不仅来自于张飞,其他诸侯和将士对吕布的性格和行为也有着各种看法。 与此相关的是吕布杀害丁元和董卓的行为,吕布杀害丁元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一个污点的开始,再加上他杀死董卓。 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正义,但实际上更凸显了他的不光彩行径,也许吕布本人也难以理解其中的原因。 在吕布杀死董卓的事件中,尽管他的行为符合民意,但最初的动机纯粹出于私利,是为了泄愤。 因此,吕布的行为基本上是出于自身原因,只有少部分考虑到顺应民意。 在其他诸侯眼中,吕布的行为仍然不合乎情理,毫无情义可言。 结合之前杀害丁元的事情来看,对于其他诸侯来说,他们对吕布的鄙视和轻蔑只增不减, 他们是只如剑客,打多数情况下。 他们认为吕布不过是个无知的武夫,这也表明在三国时期,吕布在外人眼中的人际关系是多么差劲。 在其他诸侯眼中,除了勇敢精细,擅长战斗外,吕布或许只是一个可利用的作战工具,相对于那些能够左右乾坤,制定远见计划的诸侯而言。 吕布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时,更像是一只失去方向的苍蝇,随波逐流,在三国时期的乱世中,仅靠蛮力是无法保证在千军万马中取胜的,还需要有明确的战略计划才能站稳脚跟。 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张淼少义侠文,朕穷旧疾,被称为八楚之一,与曹操、袁绍都有交往。 董卓之乱时,张淼担任陈刘太首,与袁绍等共同起兵陶董,在汴水为董卓击败后归附曹操,此前因为张淼与袁绍有戏,又曾与吕布交往,袁绍几次叫曹操杀张淼,但曹操都未听从。 跟张淼更为亲近,曹操带兵讨伐陶迁时,张淼与陈公叛曹颖吕布为眼周目,后来张淼被自己部下所杀,结局和吕布类似,正如前文所述,吕布的相貌英俊,也难怪貂缠投奔吕布之后,再也没有转嫁他人的记录了。 吕布的死,对于《三国迷》来说,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结果,但事实上,这一点早已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 说到底,吕布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再乱世立足,更谈不上像刘备那样成就一番大业,但吕布还是赢得了很多后人的崇拜,将其列为三国名将之首。 这是对于他盖世无双的高度认可,也不枉吕布此生人事走一遭。